欸那你就可以當一下那個下班牆的主持人 所以就是你知道自己的這個聚會 自己就是主持 好 所以呢 大家都知道我們這場聚會的主題叫做 開學了 但我不熟悉了 對嗎 大家應該很興奮 欸你們不要這樣 我好當場欸 當場主持 很鬧啊 很像脫殼秀 對 然後所以呢 我們今天邀請了四位很優秀的這個獎子 他們就 欸 欸 我怎麼講到優秀啊 他就不認同我了 好 就是 四位很優秀的獎子 好尷尬喔 好 對 他們就是優秀的獎子 然後希望可以跟 有一些人是還在在學中 然後有些人才剛出席的出毛路這樣 出毛子 出毛子 對 沒有 但是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 他們在大學期間是怎麼樣探索自己的人生 然後怎麼樣在開學以後還能夠多采多吃 豐... 不是多吃 多采多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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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采多吃的 豐富自己的這個大學的生活 然後以及他們的未來的一些規劃 好 那我覺得第一位呢 我們就可以很直接的 就是紀錄主題 然後我們要邀請的是謝儀 我們要歡迎謝儀她要跟我們分享她是怎麼樣就是從她的高中 就追逐她的廣播夢 然後大家來點掌聲 YA OK 大家好 大家好,那個我先介紹一下,我是來自國立台北專業大學,然後現在是五專四年級,專四的話就是現代大藝,然後這下面是我有關於今天主題的經歷,然後最後一個的話呢,就是我今天的主題,我是1766大學知道的副主持人。 然後就是我今天的主題就是廣播夢,那其實廣播夢這主題我也想了一陣子,就是在想說要選擇廣播還是選擇大船,大船的話呢就是大眾傳播嘛,那廣播它其實只是大眾傳播裡面的一小部分,然後但是我的方向比較偏向於就是大眾傳播裡面像是主播或記者,或者是像我剛才前提到的, 跟經歷思議一樣,就是這些方向的,但是因為我今天主要是講1766,所以我的主題就訂做廣播夢,這樣,那我為什麼會接觸到1766呢? 其實是還蠻也不是很神奇的經歷,就是很順遂吧,對,就是我是因為一場學校的班級講座,那認識了講座的講師,然後在講師推薦我參加一場桃園的活動,那那場活動它其實是 是在培訓,就是培訓講師的,然後在那一場活動我就認識了我現在的搭檔,1766大學知道的搭檔王少環,不知道台下有沒有有人認識,應該很多人都就是有被找去做過來賓之類的,對,然後就是因為這樣子,然後就開始有做1766,那應該會有些人好奇1766它是做什麼的? 1766它其實是預錄型的廣播,就是據我所知道的話,廣播它有分兩種,一種是預錄型,一種就是直播的那一種,那直播當然就是可以有線上的通話那類型的,然後可以有現場的問答等等 那我們預錄型的廣播的話呢,它其實是,就是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地點,然後你只要有手機或有電腦可以錄音,然後它的音質是清晰的就可以把它錄下來,然後可以放到頻道上面 那1766它其實是電腦型的那種廣播,然後就是在網路上面都可以聽到,那我們,我做的1766大學知道的話呢,它是1766裡面的一個時段,是星期一晚上的八點到九點,對 然後大學知道我們其實分兩種,它是有來賓跟聊天兩種形式,那來賓的話就是像現場其實今天的分享者或是每個人,他們都有,就是各自都有自己的經歷,不管是像剛剛調酒或者是各種類型的 然後我們就會找不同的來賓來到我們的就是錄音裡面去,然後跟聽眾去分享他們的經歷等等,那聊天的話呢,就是我跟,因為我跟大家兩個人 那如果沒有來賓的狀況下,我們就是會聊天,可能是生活的琐事等等,就是希望可以在聊天的時候就是大家去,可能有時候會有些壓力啊,或者是心情不順遂,都可以來聽聽看 然後就是在從聊天中然後找到一些靈感,或者從中可以有紓壓這樣子的功效,對 那說到剛剛就是我在剛說的那個活動上認識了我現在的Dada,那我那時候他們問我說要不要做廣播,那我想我應該算是沒有想很多的狀況下我就答應了 對,因為畢竟它是我的夢想之一,所以我希望我不要去猶豫太多,然後我就直接答應了 那那時候我一直覺得我應該是順利的附上夢想了,然後我相信可以很順適的完成 但是我發現其實沒有我想像中的那麼容易,對 那它始終也遇到了很多的問題,像是因為其實我的臨場反應不是很好 就是我可能在錄廣播中,因為它是有時間限制的,那也當然沒辦法暫停 所以在錄廣播的時候我可能會有一緊張或者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來賓的問題 然後就變成說可能來賓也會有忽然間不知道該說什麼 然後中間就會出現一段很尷尬的時段,像這樣子的狀況 然後不算聊天,因為其實我是個不大擅長聊天的人 對,因為就是有時候可能是習慣坐在旁邊聽大家講話那種的人 對,所以就變成說在做廣播的時候會很多時間是我的大擅長的講話 而我是比較算是在旁邊傾聽的角色,對 那只是遇到這些狀況就變成說 不會,不會吧 我們會有機會